哈喽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亲爱的大彪姐 又是翘班的一个下午 这个是翘班吗 这个不是翘班 这个只是百忙之中 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 对自己好一点 现在的行业做垂直 做得非常到位 比如说我们公司楼上 有一家店叫洗个头发 只洗头发 别的啥也不干 旁边还有一家店 叫做眉毛的修养 只修眉毛 别的啥也不干 这个就叫专业 这么快就到了 就是这一家 我今天团了一个串 一个是修眉 一个是用骨髮 一个线 然后绷在脸上 叉叉给你脱毛 现在已经预约的三点 到了之后就开始安排 价格是130 140左右 右边 左边的话就会后半段 会稍微这么多 你是最近这几天刚刮的是吗 上周吧 上周 有一周了吧 我觉得你可以让它再养一养 学会更好一点 因为现在说的话 它突然断的话 没有办法调整很多 我另外一个可以做 可以 卸一下 这个大概要多久 半个小时 疼吗 还好 感觉到你的脸上的小汗毛 都被连根的拔起了 还挺爽 这个疼还好 疼度的话会比较疼 这个一般要多久做一次 建议一个月晚一次是最好的 它会不会弄完了之后 汗毛会比之前长得猛 不会 它其实会越晚越刺激 不同吧 脸上的小汗毛不是很重的 这边是没有操作的 这边是操作过的 其实还挺明显的 这个眼泪是怎么回事 不自觉的流了下来 眼下也会比较疼 因为它脚趾能会比较薄 管一下额头 额头会比较舒服一张 看见我的脸上的小毛毛 在往下飞 怎么样 发料机 你有感觉自己的 平心气愁 除了胡子和眼睛有些疼 其他的地方还挺舒服 建议朋友和赵丽来感受一下 赵丽不得叫他死 把他绑在那里身上 把他打晕 唱起来一会儿 那个眉毛你来修不就懂了 我才有点趴在里头 修眉毛就不疼 可以看一下 可以 可以 谢谢 看到我的脸麻麻了 让你们白心眼给我撸的 这张画 你拍的眉毛真的可以 好 我准备 一两张画 这张画 觉得现在已经洗了 很厉害 这是已经的 看我看那睫毛好疼 我就下睫毛了 上睫毛很短 那还短 那啥是长 可能睫毛高抖多了吧 省掉了接睫毛的钱 又现在根本不敢懂 这个是啥呀 眉毛乳液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 男生挂服着茶 还是酷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它就是软发眉毛的一个 现在已经见到男生了 哇 非常不一样 非常美 能吃那种毛爷爷的眉毛 吃一个你吃的毛毛的眉毛 没想吃吗 吃上去 虽然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他不请 太软了 我变美了 项目已经做完了 我做的是腕脸 然后呛呛做的是修眉 修眉的价格是135 腕脸的价格是238 此次套班的成本是373年 我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变美的项目是不疼的 修眉毛还好一点 对 修眉毛还好 畅畅现在对他的眉毛的调整非常的满意 我俩都是挑剂比较重的人 然后人家告诉我们要经常的这样按摩 让他放松可能就会好一点 我这个眉毛等过一阵子 让他再长一长 然后再过来修 更有利于眉形的调整 那我们这次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 叫我围绕个质王好吗 求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